建築的外部仅以警示条为主 为设置护栏安全网 危安明显有疑虑 劳工局人员引领副市长张光瑶 以及建设局还有业者等单位 一一做检视 将工程疏忽的地方提出建议改善 我一直觉得 我们做工业是常常说这句 品质是做出来的不是检查出来 我们也设计是安全性 对啦 对啦 对 我不是说八分之八 市政府来给你监察才好 我们人一定要知道要做 不然我工业也同样 我工业也同样 我更多平管链也不够 这不是他 站在我跟你同样也是做工业的人 我是真正交易意见 好不 我把你都要 你都要看我 像这框啊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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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说这个工地里面充满了危险 有鉴于春节将至很多工程都在赶工 担心业者为了抢快忽略小细节造成意外 市府是针对西屯区抄马国民运动中心工地 进行无预警春安劳动检查 并且要求业者将有问题的地方限期停工改善 这次劳工局的突袭检查主要是希望从市府工程做起酬向人 零灾害零缺失的目标 避免岁末赶工影响劳工安全 而市府也表示将一业者的改善状况开罚3到30万元 九州军台中采访报道